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一条新闻吧 一条丹麦的新闻啊 这应该是 在6月15号星期六时候发布的一条新闻吧 然后周末我也没太多时间 没来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也在整个周末 然后看了更多的一些新闻 能够把这些事情圆在一起吧 这条新闻就是说 这是丹麦的一个国防部长说 在保护的一个会议上说 所有的丹麦人必须 准备好三天的应急物品 我们看这个图片上 你看有什么水啊 什么卫生纸啊 什么电池啊 什么之类的吧 当然他这个国防部长说这件事情就是说 主要还是于目前的形势和他们获得的这些军事情报信息 给了就是丹麦民众的一些建议吧 当然也会说 这是多少年来都没有都没有过的事情 然后他们也会要求超市去准备这样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让老百姓去买 那我们先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这条新闻主要讲的就是说 国防部长说由于现在的局势形势啊 和面临着这种威胁 他就建议丹麦的这些民众 然后准备这些东西 比如说水食物 应急药品 然后一些应急的一些床单啊 或者是衣服啊 保暖的措施 还有一些 像一些平时生活中必备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说测值啊之类的 还有一些太阳能的电池 或者是现金银行卡之类 然后还有这个也很重要啊 就是说一个无线电接收器 然后电池最好是用这种太阳能式的 我觉得他为什么说这件事情 肯定下面也是说了 他主要是因为这种俄乌战争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又面临了一个新的一个形式 他为什么这么说 但是他没有直接说 当然他也提了一点说 可能还会有这种 恶劣天气的一些威胁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环境是相当不好 我们在国内其实也可以感觉到 还有的地方就是热到40度 或者像印度温度都到52度 这样的一些天气 恶劣天气 然后南方一直可能是下雨啊 美国的飓风啊 冰冻啊 那丹麦也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这种 台风这样的一些天气 他说这种恶劣天气也会有可能导致说 有些地方的人就没水没电 可能会这样的情况发生吧 当然他是说的比较委婉一些 当然其实说白了 那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这种恶务战争啊 当然后面他也说了 之前其他的一些国家已经拍在前面了 我们之前看到说 瑞典他也曾经报过类似的一项信息 我们要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然后可能挪威也有有这样一些消息吧 好 我们回过头来说一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转向说 因为很多很多年我们已经不谈这种恶务战争了 对不对 你会觉得快两年了吧 还是两年多了 又打了这么多 他还一直打下去 大家都不再谈了 最近这个事态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乌克兰他们跟瑞士搞了一个和平峰会 意思就是说他邀请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去参加这个和平峰会 讨论俄乌战争的那个和平问题 但这个比较神奇的地方 第一你讨论俄乌战争的和平问题 他没有并没有邀请俄罗斯 然后呢就是美国拜登也没有去 当然中国习近平也没有去 这就很难了对不对 你几个常常离世国家或者是战争双方都没有到的话 这个和平峰会 其实意义是不大的 当然联合国主席他也没有去 这方面有各方面的原因吧 在这个和平峰会的前夕 就是其实普京就发表了一些 说你们要想和谈 那我必须要求几个条件 那他这个几个条件真的是 说现在呢 就是说你乌克兰必须撤出他们占领的那个 就是什么卢干斯克 顿尼斯克那四个地区 要无条件的撤出去 也就是说这四个地区归我俄罗斯所有 完了呢 你们乌克兰政府或者资兰斯基 你要说永远不要加入北约 这是前提条件 他说你先答应这些前提条件 我们再开始谈和谈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就几乎就是说 就是表示俄罗斯就是普京说 你别想跟我和谈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和谈 就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说白了就是说什么 如果说他们 乌克兰他之前又完全一开始的时候就表态 他永远不加入北约的话 这个战争可能也就不会打响了 就当时他的对吧 整个国家也不会被打废了 然后那四个地区也不会直接又被俄罗斯给吞并了 对 然而现在我们回头来说就是俄罗斯 他花了就那七十万的人 或者俄罗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现在也没有把那四个地方给拿下来 那你说我说一句话 就让乌克兰直接就那四个地方撤出去 那也是完全不现实的 结果又不可能的事情 就说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俄罗斯说我不想跟你和谈 我也不想那个什么 然后在这个 这个什么和平峰会上 说这件事情 泽兰斯基他们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你俄罗斯他就不想和谈 那我怎么办呢 他召开了虽然叫一个和平峰会 那说白了其实就是 泽兰斯基又一次想拉拢 对吧 支持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给我钱给我装备 我要跟俄罗斯打 这个可就要命了 这个你其实可以慢慢的就 就往这边发现 我们在向着这个世界的 向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越来越近 说白了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肯定有一些国家是支持乌克兰的 比如说他邀请了与会的有90多个国家 并且有80多个国家 80左右个国家 然后签了这个最终的 他的一个 呃 这个会议的一个协议吧 一个和平协议 一个草草草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 其实说白了就是乌克兰说 那我必须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 你不能侵略我或者怎么样子 啊 就只有就说白了就是乌克兰有80多个国家支持 全世界一共有10080多个国家 除了有一些不大参与事情的就是还有一半 可能就是类似于支持 怎么不说支持俄罗斯吧 我们不能谈支持俄罗斯 反正很多有些国家就是说 我也不想参与这些战争 我觉得中国可能就是这样 对吧 我也不支持怎么样 那我就不我就不想掺和你们这些事 对吧 这些战争这些这些事 但是在目前来看这个俄乌之间的这个和平谈判 或者是什么和平协议或者是战争结束 只能说是越来越远 并且这个战争可能是 嗯 越来越怎么说呢 就就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吧 现在的美国的这种这个这个F16要 要开始加入这种俄乌战争了 就是给乌克兰完了之后呢 嗯 你说把这F16过来之后 其实是对俄罗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那他他怎么去应对对不对 如果你F16是是在是在哪儿起飞的 你是在乌克兰起飞还是在哪 如果你在乌克兰起飞的话 那俄罗斯肯定是把导弹直接向着你这 所以哪停着F16 那肯定他就打这个机场 但如果你 你天天被这些机场被俄罗斯打了之后呢 这F16能发生的效用也 也显示不出来 那也没什么大用 那就说白了 那北约就会想 我如果不从俄罗斯起飞 比如说我从波兰起飞 比如说我从其他的 也就是挨着乌克兰比较近的 比如说 对吧 罗马尼亚呀或者是这些地方起飞的话 那就非常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俄罗斯 对于这些军事是打不打对不对 那你说你其他国 比如说在波兰起飞的话 那你就说波兰 你用机场完全的就是 借给了这种军事设施 你开始打我俄罗斯了 那我俄罗斯当然有可能去把你这个机场给 直接给炸了 如果你说俄罗斯把波兰的这种机场给炸了 那说明这个整个的这种战争 就会开始计划了 就开始说 那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战争了 当然我们现在也可能清楚的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 几乎也就是乌克兰和北约的战争了 你看因为北约除了不明目张胆的进入战争 去直接宣战的话 基本上要钱给钱 要武器给武器 要培训有培训 对吧 要雇佣兵有雇佣兵 就差直接派军队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这样打起来 那就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真正的 就是直接交火了 那如果丹麦政府的话 就是他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这样的概率在无限大的接近的话 那他会要求老百姓的 对不对 你如果是说 如果是说俄罗斯和北约打起战争了 丹麦是属于北约的 就是像瑞典他们都属于北约的 瑞典也加入了北约了 然后北约的话就是要求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 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话 这些北约的成员国都属于战争之中 都需要去出兵或者是怎么样去打的 那你也不敢保证俄罗斯对丹麦本土 做不对军事打击之类 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坏的一个情况吧 但是呢 比如说这些政府啊 各个地方的政府或者什么 他们肯定知道的信息或者是要的情报 比我们要多得多 然后他们才会发布这样的一些东西 第一就是说提醒自己的老百姓 第二呢也是对吧 也会有一些那个什么 也会有自己的算法在内 就是你看我们快面临战争的威胁了 对我们的议会 你会不会给我们这种国防部增加一些预算 我们要不要开始对吧 你不给我这样预算的话 那我以后真正的战争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去准备这件事情 当然这些这些国防部长或者人 他们说的都是都会比较激进 就是就是比较恐怖 然后进行让老百姓比较着急啊 比较害怕 然后说哎我可以当那个议会给他批预算 预算的时候 老百姓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弹吗 说哎呦你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那我们交的税都让你去跑去那个什么 这说明说白了还是说 这个国防部他说即便是没有战争 像我们想象恶化到那个地步的话 我但我自己也不认为这会恶化到那种地步啊 即便不到那种地步 那他的丹麦的国防预算 其实他还是需要像倾斜鱼支持乌克兰对不对 我支持你几架飞机啊 或者是我还需要再送你一些坦克啊 或者是军事装备啊或者武器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他就必须要这种 一回来批他的一些预算 那批他的预算他就要 把这件事情说的恐怖一点啊 所以说大家嗯 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吧 知道之间的来龙去脉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俄乌战争 其实啊 真的很难有人说他到什么时候结束吧 嗯 就是看看美国吧 看看美国到时候十一月份大选 是怎么一个结果 如果是川普上来的话 可能是我就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对乌克兰 这种支持力度是完全不够的 嗯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其余的就是看 双方谁能撑得住了 俄罗斯经济会不会出问题 就是乌克兰 还有没有最后的 嗯 人呢 或者是军队 然后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吧 反正说白了就是 就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和和那个焦虑 嗯 主要是你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之后 大部分就理解他为什么说这些事情 然后这样的其实概率也是不是很大的 然后他主要是我是觉得他主要是为了他批的一些国防预算 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里面吧 嗯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 嗯 这个 战争 其实 真的是 就在我们 周围 对吧 俄乌也好 霸义也好 对 还是 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吧 就是和平这么些年 嗯 发展是蛮好的 突然间战争 对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个人的话 任何环境的话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好吧 谢谢大家